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興甜意食品在這邊幫各位再去推薦一下 我們的所謂的卡拉脆皮炸雞盤 那一般的卡拉脆皮炸雞盤 其實在台灣經過這幾年的一個流行 它的名稱就是所謂的美式炸雞 那美式炸雞從二十幾年前 開始進台灣之後 那在十幾年前 又有所謂的1929的連鎖炸雞的系統 把這種炸雞的價格往它砍對半 然後我們時脈相同的一個東西 那種就是說新生的另外一股連鎖的一個風氣 基本上美式的一個吹筆炸雞 它針對它油炸的一個部位 所謂的雞腿、雞翅、雞胸肉、腿骨的一個部分 那卡拉粉呢 它在整個一個操作廠空到兩個的地點 第一個是它油炸的時間比較準 第二個它如果沒有賣完 口感就變差 它通炸的時間比較準 所以說一方就是一個預炸 那預炸完之後呢 如果就是說 客戶他沒有在一定的時間裡面 把這個炸雞買走去吃掉的話 那這個卡拉出比炸雞呢 它放越久 等於就是說它的一個酥脆度 還有它的整個一個含湯汁的一個情形 它會變得比較差了一點點 它的一個賣相跟口感都沒有變得那麼好 那這也是一個問題一點 可是最近呢我覺得這是我們台灣的任何床 從某一個系統當中 又可以看到這個東西又重新的在流行一次 那它重新在流行一次呢 我覺得也是跟所謂的工廠有關 你們這兩三年來 被這種系統的一個教育就是說 它是限到才好吃的 這是他們最大的優勢在這裡 第二個 我們從專業的角度就是說 我們公司專門在調一段 我們後面發現就是說 哇 原來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差異 畢竟 這個口法之前特別提到 就是粉水粉 第一次 醃漬完一炸雞呢 裹乾粉 Branding完之後 再去破完水 Rolling完之後 再來裹一次粉 這是它吃著比較繁瑣一點點 那一般外面的這種人式的卡拉炸雞呢 它都會用所謂比較簡單的方式 比較簡單的方式 比較簡單的方式就是所謂的 我們要這支卡拉粉 你知道嗎 一樣是兩道工具 或是市場的一個方法 先把從卡拉粉加水調成醬 像是調漿完之後呢 然後我把我們的炸雞呢 先沾這個卡拉漿 完之後 再沾這個卡拉粉 稍微清潔一下 就下過油炸了 因為這個支撐來講的話 它們要什麼 它需要不夠吃到實體上的一個 這個也是放給一個新鮮的口感 所以說它們有稍微再調整一下 等於我們的一個看法就是說 它不要那個整個油片感 它是要完美式吹的 這個是它們最大的產品 這個就是像現在段 每次炸雞在台灣的重新代表 流行的一個工廠 所以我們出去看了一下 很多業者 這邊還是要特別提到 各位看一下我們的 卡拉漿的調配的一個比例 如果我舉400上的卡拉粉 那我們加水呢 加到800到900 等於就是說 它的比例是 1.2到1.2.5 那這個比例呢 我們後面發現 關鍵是在這裡 因為某一些系統它認為 可能我選的一個肉類 其實它的重量就是比較輕 進去就比較小 我還是希望它賣相能夠大一點點 那調整的方式就在這邊調整 等於就是說 我把漿稍微調稠一點點 當我的卡拉漿調稠一點點 也許你的配數會調到 我們最基本的1.2 甚至1.5.8 1.6都有 調稠一點點 還在這個卡拉粉 它整個一個吸附的一個卡拉 越多 它的外帶的一個 零件的感覺 然後賣相給它 變得很大 這個是你可以去做一個 取捨的一個方式 走 將來去做卡拉 那如果就是說 你也不要像這個系統 一樣在那邊 裹了那麼多次 按照它的標準流程 可是你又希望 它的整個一個零件的層次 又是很明顯 那 只剩兩道工訊 沾這個底下 已經沾得比較稠 再去沾這個乾本 因為那個連鎖系統 它是透過 不然你就是攪拌 讓整個肉類呢 去碰撞到那個卡拉 因為卡拉粉 那個系統狀 它沒有太多的一個 巧克力的那個 或者是其他的 那個聖電能 一定在裡面 所以說 你如果說 覺得這個方式 炸起來的一個 炸雞 你覺得脈像 跟淋片的感覺 還不夠 那它有另外一種方式 一樣 把這個系統 但是呢 把它粉水粉的這個流程 把它改成 第三種建議的方式 它的淋片感會比較重 就說 把水粉 還是調卡拉醬 卡拉粉 再來拿過來 但是這時候呢 我就是乾粉 加 調完 裹卡拉醬 再來裹是乾粉 哇 那其實很簡單 你的整個營片感 都相當的明顯 但是這時候 你卡拉醬呢 我建議調酬 你如果調酬的話 裹粉 加 卡拉醬 再加 乾粉 那整個一個 面衣的厚實感 才重於 你記得這一個 裹卡拉醬 是要調酬 那等於就是說 透過停液的建議的方式 中文是炸這個 操作的方法 你就可以依照 你當地的商圈 你那邊的課程 有什麼喜愛的一個口感 你繼續調整一下 跟他們所喜愛的一個方式 還可以合適 剛開始 剛剛你所提到的 我們來介紹我們 為什麼卡拉醬 現在可以說 我們的 卡拉醬片炸這個系列 有油味 有香 有奶香 這三個系列 這三個系列 又有分 為什麼能叫酥 可以叫脆 甜飲食品 還是開發這些 配方 為主的一間工廠 那 柯的需求是非常多元的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至少先推 兩種不同的一個 好冷的特色 讓柯去做一個篩選 那第一個所謂的 教書 第二個所謂的教書 其他組成分都差不多 都一樣 那教書的部分呢 聖電粉的比例呢 是多了一點點 他的 養料電能力 比較少了一點點 然後各位再看一下 整分的一個張開 那從這個差異當中呢 我們可以去做一個 相關的一個問題 對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整個 整個 是炸雞跟一個 流行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接下來想要談的就是說 誒 我們的一個 天好 F2001 Dash Moven 跟頭部 跟我們以前的 卡拉醉與炸雞 跟原味的一個配方 到底有什麼差異 那首先呢 就是說 木竹粉 一般的一個卡拉粉來講 其實它 主要的一個 小麥米粉的一個 比例比較高 意思就是說它 麵粉的比例比較高 那第二個差異點呢 比如說 卡拉醉的炸雞 一顆星的這種 黏片的感覺 它整個一個 所謂 把這個組粉 一個吸附到尾門的 一個炸雞身上 那就很適合了 那當然啦 它配方當中 有一些 少量的 像 蜂蜂膠啊 所以說 炸雞皮之類的 最主要是 增加它的黏稠度 和吸附性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說 形成這種 靈片的這種感覺 讓它有面有延伸的 這種程式 放假到一個東西 叫做脈纖維 另外一個呢 最大的一個差異點 就是說 我們 所謂的一個 炸雞 炸雞 為什麼要跟所謂的 教室跟教室 各有各自的一個 所以說 這個也是我們 建立特殊所謂的篩選 用不同的一個生澱粉 再加上一些舒適澱粉 去形塑出這一支 卡拉酥皮炸雞的 最主要的 措施 這邊呢 還是要再帶一下 跟我們醃漬呢 有一個特點的 有關於這個說話 都會覺得 欸 我要 放 這個美式脆皮炸雞 各位一定看得到 就說 美式脆皮炸雞的醃粉 它醃完肉 它需要它的顏色 寶色的 果皮炸的蠟糊 可是 所以它醃漬的方式 很滑 所以它得到了 這個效果 那我覺得我們 台式的一個美式脆皮炸雞 它整個一個準成本 其實是比較低的 為什麼 相同的一包的醃漬粉 如果按照 標準的醃漬的皮膩呢 是大概一筆五左右 一包我們的醃漬粉 一公斤 就是醃漬的 十八公斤 就是它標準自己的亮度 可是 台式的美式脆皮炸雞 你去看看 欸 等於就是說 我要它的顏色 你要它的蠟燈 那你可以參考 我們所介入的這種 醃漬的方法 你去看看 哇 把它稀釋掉了 稀釋掉完之後呢 原因會差一點點 可能 就是說它的底味 少了一點點 那底味少了一點點 如果就是說 你希望底味的味道還有 那參考我們建議的方法 請個人再補一點點的鹽 在裡面 它就可以解釋出來了 因為我們 甜意的這一隻 專門針對美式炸雞的醃漬 其實我們鹽的產品 甚至是比其他產品 還要低 因為我們希望我們的 豬腿的比例要高一點點 而不是說 比例高 那它有售價低啊 所以我們希望是 它能量比較正采實料的感覺 反正就是說 客戶已經習慣了 它把醃漬的量放大 它使用的醃漬粉 比例比較低 醃漬的肉量就多了 再補一點點以外 那就OK了 那如果就是說 你其實覺得這個味道有 也其實也有點多 這個呢 只是說 我們各位去做一個參考 反正而來呢 我們各位去對一下 我們的一個 醃漬等系列呢 每次上去就 我們在用的一個醃漬系列 就是我們的 B008 B008 B001跟智二的 這個是 相當不讓的 還有我們B007 B001 A2系列的 這個 拉度式裝 拉度比較辣的 這四款 通通都可以 講到這麼多了呢 後來我們客戶 去做一下 那你可以了解看看 我們現在新推出的 這一種 好 它是有個炸實管 結果我們黑巴掌的 那個修正 那是不是更符合 你的一個需求 那只要知道它的一個 特色跟創性 還有它使用上的一個辦法 你一定也可以叫做 這麼漂亮的一個 製造機 我們等一下來看看 整個製造